HELLO 各位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下午請接著要登場的安裝的車種呢 是在台灣賣的非常非常好的車種 是LASUS的RX350 那這台的之前應該也有安裝過直播分享 但是底盤的架構是差不多的 是另外一台330 那這台的話是350 這台的懸吊系統呢 前後都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有一邊裝好了 我們來轉鏡頭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這是後面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拆下來的避震器 那本來呢 車友的前面避震器的話 是已經有汰換過了 它的前面的避震器的上座呢 比較特別一點 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上座呢 其實呢 是跟 Camry 的五代很相近 那底盤架構其實也蠻相近的 它的上座呢 也是有一點斜度的齁 上座 它上座有斜度的 所以 在沿用原廠的時候呢 也是可以 但是呢 如果像車輪有一點久呢 它的上座有可能也差不多快要損壞了 所以 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的話呢 其實是比較會有風險的啦 那改KD的話 會有幾個比較簡單的地方 第一個 氣勢呢 不用再把彈簧壓縮 把原廠的上座拆下來沿用 直接呢 用 KD 的上座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就是 假設是拆原廠來沿用 那 原廠的上座 是不是功能有正常呢 又是一個 有可能會有問題的地方 那第三個就是 因為像這個上座呢 拆下來的時候 有的零件 它上部的話呢 是有方向性的 那需要沿用原廠的時候 假如技師的技巧 比較不成熟 或者是 對這個車系比較不了解的話 就有可能會有裝錯的風險 但KD的話呢 就像這樣子 它是有上座的 它是有一個總層的上座 而且這個總層的軸層呢 所使用的 還是用日本的KOYO的軸層 所以它的耐用度 還有可靠性都很高 那這個上座呢 上方中心有一個KD的LOGO 這個LOGO呢 就是在讓車友 調整軟硬所使用的 像這樣順時針 往H的方向呢 它就是會變硬 往逆時針呢 它就會變軟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直接這裡有一個試蓋 用一字小起子撬開之後呢 從這個地方 就能夠做主捏的調整了 從RX300、330到350都是這樣的結構設計 這顆是3.5升NA的引擎 那這個世代在國外的話 還有一個軟生車種 它叫TOYOTA的HERIAL 但台灣的話沒有進齁 台灣的話一律都是進RX350 都是四輪傳動的版本 但是這台車在國外有二輪傳動的版本 底盤的架構呢是不太一樣的 要特別小心 那台灣的就比較單純了 台灣的話呢 一律都是四輪傳動的版本 那前面的話 前面已經裝好了 這有點髒髒的 前面的話呢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200長8公斤 它的車高調整呢 原廠的比較高 我們預計等一下降低 大概剩下五指幅左右 原廠像後輪的話 大概會快接近八指幅 七指幅左右 所以我們只比原廠略降格一指多 那也能保有原來休旅車 車高的方便性 那前面的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這裡的話呢 這個是原廠的離載串固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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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觀察到呢 它的腳 它的前面的這個腳呢 是比較長的 那KT為了這個車系呢 特別做了前下座的設計 一般來說 有的廠家 他會把這個下座 做的跟CAMERY是共用的 但是如果做跟CAMERY共用的 這個固定點 它會比較下移 那相對的離載串就要改短了 那就會比較麻煩一些 然後我們是針對這台車系呢 有做專用的下座腳管 那用料的部分 在裡面的主寧友呢 我們所選用的是 義大利一整桶進口IP的主寧友 它的單價雖然比較高 可是可靠度比較高 就是耐用度啦 抗衰退性消泡性 種種表現都還蠻均衡很不錯 它前面車高的調整呢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把這個齒輪狀的托板 把它懸鬆之後 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了 那相反的 如果長度縮短 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樣的結構設計呢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當它車高徹底的調整呢 是跟乘坐感覺是不會有所差異的 後面的話還沒有裝上去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後面一樣是一個賣花承的懸吊系統 另外一邊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車系在RX350好像賣得不錯 這個顏色 最大眾的應該是黑色吧 它的後面拆裝也很方便喔 有的車系呢 還需要拆卸內裝啦 什麼之類的 但這台車不用 這台車的避震器三顆 上座呢 有三顆螺絲 把這個釋蓋呢 掀開之後呢 三顆螺絲就是落在這個地方 所以阻尼調整呢 會在這裡 鏡頭看得到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阻尼調整孔 軟硬的話呢 從這個地方做調整就好了 那後面的懸吊系統是賣花承 我們所配的彈簧攻擊數呢 稍微比較低齁 因為要兼顧到原來的舒適性 所以我們才配四點多公斤而已 那像這個下角座的部分齁 比如說這個是離載船的固定點 然後這裡有ABS感應線 後面的話呢 有一個油管固定座 這些的話都是仿造原廠的位置 不用再用束線帶齁齁 那後面的車高 這台車高其實可以有辦法降到非常非常低啦 大概到一指幅半指幅都還OK 那這裡後面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也很特別 它一樣是有斜度的齁 所以我們所附的上座呢 它裡面有一個專用的 比較強度比較強的鐵套 所以這個上座其實不太會壞 都是總層件 有防塵套 有饅頭 那後面的話會配一個大捲的彈簧 會比較接近 舒適度會比較接近原廠一些些 那前面的話就沒有差異齁齁 前面的話 重量比較重 所以我們配置的是直捲的彈簧 那後面的調整方式的話就跟前面一樣 這個托盤呢把它懸鬆 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長短就能改變車高 這樣的四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在現階段的新款車上呢 這樣的設計是越來越少 因為四麥花城的懸吊系統呢 它會佔掉不少的車室裡面的空間 即便它的操控性會比較直接比較好 但是現在的造車裡面 都會盡量要求車室裡面的空間呢 會盡量加大 所以很多呢 像這個世代之後的RX車款呢 它的後懸吊系統就改掉了 改成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而且它的彈簧是在比較內側 所以它這裡的空間呢 就能騰出來給車室裡面用 所以下一個世代的RX車款呢 它的車室裡面的空間就比較大 那這個世代呢 它的操控固然比較好 可是呢 它會佔掉上座這裡很大局部的空間 所以它車室裡面的空間的 能夠放置行李的空間呢 就沒有辦法做得很很大 這個是懸吊系統上跟車室裡面的空間呢 在造車時會取得一個平衡點的想法 那這個賣花城呢 它就是會有這麼大一個上座 所以它的車室裡面的空間呢 就會一樣會受到擠壓 這個車室裡面的空間 RX車款 這個輪胎跟旅軒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這個應該是235 558對不對 因為原廠我記得是這個規格 對 235558 這個世代的RX呢 剛剛有提到過了 跟TOYOTA的HERIER呢 是孪生車種 台灣是有四輪驅動的 有少數少數 我們只有遇過幾台呢 是外匯車款才是二輪驅動的 那二輪驅動的前面懸吊系統是一樣的 後輪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不一樣了 所以要在訂購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特別提醒國外客人 要特別注意這台車 前面好像已經裝好了 現在剩下左後 後面的話這邊還沒有拆下來 這裡的話有一個感應吊架 這個就是在感應車身水平用的 因為這台車原廠就有配備HID 剛剛提到過了 它的上座呢 是有斜度的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轉接座 讓它可以有跟原廠一樣的斜度 那在這個裡面呢 這一顆有一顆鐵套呢 就是專用的鐵套規格 所以它的耐用度的話呢 就相當不錯 那RX330跟350呢 後面呢 這顆螺絲的粗細是不同的喔 RX350它的螺絲呢 是粗的 RX330呢 是C的 所以避震器呢 即便看起來很接近呢 還是有不太一樣的地方喔 但是呢 我們全部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這台的整體的乘坐感覺 其實算是一個中大型的休旅車啦 所以它的乘坐的舒適感是很好 但是原廠的懸吊設計是比較舒適一點 所以它乘坐起來就是會太軟了一些 那改完懸吊系統 或者是說有升級了輪胎鋁圈之後的 就會改善很多 這個是前面的阻尼調整 從這個地方 這台算是很好拆裝啊 所以一般來說 不含定位的話 都大概一個多小時 一個小時一個多小時就OK了 有的車系拆裝上就會比較久 像昨天的M240 它的拆裝上會就比較耗時一些 那日系車因為都是 仰角都是兩顆螺絲比較多嘛 所以這個拆裝其實都不難 有的車系是需要呢 把上座 像Focus三代的話 它需要把這個試蓋都拆起來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 或者是KUKA也是一樣 福特特休旅車KUKA 拆裝上就會比較耗時一些 拆裝上就會比較耗時一些 現在三支避震器都裝好了 只有剩下 又厚 又厚又厚還沒有安裝 還變 欸 裝上去的齁 所以這台車真的還蠻好拆裝的齁 OK那以上是今天RX350的安裝的直播分享 如果各位朋友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問題呢 再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RX350 掰掰 屁股有照到嗎 對 進去